欢迎收看平心而论 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今天来讨论的话题也是跟两岸的关系有关 因为前一阵子好像两岸有点兵凶站尾的感觉 因为共激天天来 然后胡习近每天就在那边讲一些话 然后要来调性我们什么之类的 可是这两天忽然间好像很和缓 不仅是中国跟美国双方的国防高层开了会 就出来讲说我们没有要打仗 我们要很和平 然后开完五中全会之后 习近平对台湾好像忽然间也有和缓 也没有什么要 就是好像我们是要和平统一 没有要什么作战的样子 我们这个节目做了三个月有了吧 有有有 第四个月了 第四个月了 六月份到现在也做了六十多期了 对对对 是不是你在跟我主持啊 怎么感觉好像 不是啊 我们这个节目从来就没有说过 冰凶站尾 冰凶站尾啊 你是那个气氛啊 你不觉得前一阵子好像 我们这个节目从来就是讲台海不会有事 对 从头到尾就是这样讲台海不会有事 对 如果要有事的话也只会在南海 而且是美国挑动的 会有一个小小的冲突也不会大打 那我们也特别强调了 中国是不希望在南海跟美国起冲突的 不希望在南海跟他打 而是说如果万一要打的话 他情愿拉到台海来 但是美国是不可能在台海跟中国动手的 第一个美国不会为了台独 跟中国动手 不适合他国家利益 第二个在台海跟中国动手的话 对他相对上是不利的 因为我们也讲过嘛 中国的这些布置在沿岸的这些东西 就是乱枪打了也打得中你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是不符合他的利益 在台海跟你动手 那么这个对中国来讲也不符合他的利益 任何的战争没有说只靠了武器 就要打或者就可以打的 他有很多政治上的问题 那么所以这个结果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本来就不认为台海会有事情 本来就不认为 他们是什么人来谈 这个里面就很有意义 美国的代表是包括国防部长办公室 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和美国印太司令部 中国就更有意思了 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 合作 他是要跟美国合作了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和解放军南部战区 为什么是南部战区 南海 对啊 基本上就是针对南海嘛 所以中国也不是不了解 美国本来是想在南海调事情的 那么 因为如果是针对台湾海峡的话 那是东部战区嘛 对 是不是 我们这一阵子不是一天到晚威胁台湾 都是东部战区 对啊 那么是南部战区就表示说根本就是在谈南海的问题 嗯嗯 那美国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曾经强调过多次 嗯 那 这个跟川普的选情是有关联的 对 假定啊 他的选情处在某种情况之下 那么 在南海调动一个战争 对他有利的话 他是会铤而走行 嗯 嗯 我们也讲过 在南海调动战争 啊 对于美国来讲 他比较有合理性 对 比较有合理性 因为 周边的国家 很多国家在南海的事情上面都对中国不满嘛 对 那中国实际上确实是在南海有造岛造交嘛 对 啊 那么 这个事情也经过国际法庭做出了仲裁 嗯 说是 中国是不合法的 嗯 蓬佩欧也讲 你不合法 所以当时营造的气氛 就是要在南海调事情 嗯 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调了 因为后天就要投票了吧 对啊 美国的11月3号 美国马上就要投票了 那么原先 我们曾经设想过 十月旌旗里面可能有一个是在南海调动战争 嗯 那这个十月旌旗 现在不调南海了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要选要 有两个原因嘛 嗯 一个是川普认为他赌定了 他赢了 一个是他认为输定了 呵呵 这两种情况 对他也没有好处 对啊 就不要打了这样 对打 他认为他赢定了 不打也可以了 对对对 另外一个就是输定了 打也没用 那就算了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很快 再过两天就揭晓了嘛 揭晓了 总而言之现在就是说 呃 台海本来就没死 嗯 我们讲了很多次 嗯 那现在南海也没有死 很好 真的 这个 这个 谁希望有战争嘛 对啊 都不希望有嘛 那么 这个结果 我觉得是 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对 是很好的结果没有错 但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他们两个国家之前 互相 美国跟中国 也是校正的很厉害 一边说一边是冷战啊 然后另外一边说你这样子 如果你敢打台湾 我美国不会袖手旁观 就两边都把战 那个 那个声音拉得很高什么的 对 然后 中国也抢美国 你死路一条啊 我想说 怎么忽然间两边 和谈得起来 我看到这些新闻 我真的想说 这是哪一处 没有啊 这个就是战争 我刚刚讲的 战争的政治部分嘛 嗯 对不对 那 他讲的 你像中国说 美国你要干嘛 你死路一条 他当然没有讲美国了 我们也讲过 中国每次都是 都是暗逢 不自明的批评 对 暗逢 这是给他国内听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国内这个很激愤啊 中国的网民很兴奋啊 对不对 然后中国的网民都是在那边叫嚣 在我们这个节目也一样嘛 对不对 有的人还叫我说 你这个老头到时候这个 我们解放军过来的时候 你不要逃走 我当然逃走 我逃第一个 对不对 你问的是什么 你讲的是什么蠢问题啊 我讲过 如果打起来 需要我的话 我会上战场 虽然我70岁了 但是我体力还很好 但是实际上 按照台湾的这些兵役制度 根本不可能找到我嘛 嗯 是不是啊 我早就已经是厨艺了嘛 但我觉得像 五中全会之后 他不是有一个公报嘛 就是五中全会之后有一个公报 然后对于台湾的叙述 也就只有15个字 然后讲话也很和平 就是哇 我们是要什么 他想说 推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和祖国统一 就这么15个字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公报 我也想说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五中全会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他们这个中美 之后 两军这个 台湾之后嘛 台湾之后 大家都已经知道 就定调了 那我五中全会就 也不要喊打喊杀了嘛 是不是 主要是习近平在五中全会之前 那个抗美援朝上还讲说 要痛极分裂领土 就是讲的 好像要对台湾动武了 一定要这样子讲的 他这个讲法也不算是 跟过去 并没有超过过去 一贯是这样子讲的嘛 对不对 一贯是这个 你要分裂国土 你就死路一条嘛 然后玩火自焚嘛 然后搬石头炸自己的脚嘛 对不对 我们也讲过 我们既然在玩火自焚 或者是我们在搬石头 炸自己的脚 你就让我们炸嘛 对嘛 让我们炸就是了嘛 让我们自取灭亡 不就结束了嘛 是不是 这个其实都是政治的部分 嗯 那么战争 要不要打 能不能打 不是 像这个胡锡俊讲一讲就可以打的 你胡锡俊不是前两天讲说是解放军飞过台湾的上空吗 对啊 你飞来看看 立刻把你打下来 对啊 对啊 你飞来看看 这个是侵略领空 嗯 嗯 那 前两天 不是前两天 我们有一个朋友 呃 以前是BBC 啊 就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 嗯 他 呃 我跟他算是蛮熟的 他在脸书上也贴出来一个 他就跟BBC去抗议 嗯 他说BBC咧 啊 Victor 曾 啊 中文名字我还不记得 你记得吗 嗯 记得姓詹 然后中文我也忘记 哈哈哈 那么 他要跟BBC抗议 他为什么抗议呢 因为BBC在一个新闻里面 用了retake 这个字眼 嗯 嗯 就是把台湾拿回来 拿回来 他说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拥有过台湾 是啊 啊 你怎么可以用这个字眼 没有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拥有过台湾 嗯 台湾 当年啊就是二战之后 为 这个交回来是交给中华民国政府的 嗯 嗯 那么 现在 在政治上来讲 中国如果现在打台湾 那个叫做侵略 啊 那个叫做invade 是 那个叫做侵略啊 不是retake 啊 所以 任何的战争 它有很多的政治问题 特别是现在 台湾 其实因为 这个其实 蛮符合 中国讲台湾 以意 这个 谋毒 啊 我们 台湾这一次 防疫做得很好 嗯 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很多国家的注意 啊 所以很多国家现在认识到 哎 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台湾啊 把这个疫情做得这么好 嗯 昨天还有个新闻吗 说好多好多个欧洲国家 我不记得有多少个了 嗯 是 主张说应该 台湾要纳入WHO 对对对对 世界卫生主持 但是我相信不会啦 有谭德塞在那边 你 你怎么可能进去嘛 再加上 世卫组织 现在基本上是 等于是中国控制的 那是不可能啦 嗯 但是我讲的重点就是说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已经认识到台湾的存在 是 那么中国在 如果在没有任何 有合理的理由之下 进攻台湾的话 这个叫做侵略 嗯 这个叫侵略 嗯 台湾不会接受 很多国家也不会接受 啊 那么 战争的另外一个要素 就是说 你到底打得赢 打不赢 嗯 我在这个节目中 讲过很多遍 中国 到现在为止 到今天为止 没有能力把台湾拿下来 啊 我再讲一遍 到现在为止 到今天为止 以后我不敢讲啊 到今天为止 没有能力拿下台湾 现在的中国 当然比十年前 更有能力拿下台湾 但是现在 还没有这个能力 嗯 还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 中国不发动这个 啊 海峡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还没有能力 还没有能力 所以也算是中国 看清了事实 然后就是说 以最近的这个发展来讲 就是他们 也看清了事实 要回归基本面 而不是在那边讲空话 那也不是 因为中国本来就知道 美国是要在南海引战 嗯嗯 对不对 那现在两边一谈 南海这个冲突已经没有了嘛 那台海的战争 本来就不是一个议题嘛 本来就不是一个议题 而是就是 很多人看不清楚了 以为台海真的是 哇 战云密布 我们在这个节目讲过 没有事的 台海不会有事的 嗯 那么 现在这个 这个情况 我觉得很好了 嗯 中国这个在武中权威上面 讲说要和平发展 这个其实 其实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政策 对 一直以来的政策 我刚才有提过 我上次有提过 1997年的时候 我到巴拉玛去访问 那个时候中国在巴拉玛 刚刚设立商务代表处 嗯 第一任的首席代表是 居一介 我就跟他谈过嘛 嗯 他那时候讲的东西到今天还适用 嗯 他讲的很有趣 啊 他说 你们台湾 有30个邦交国 那时候应该有30多个 你们就跟这30多个玩嘛 啊 不要 在那边翘落打鼓的 要回联合国 然后那时候李登辉啦 啊 跟连战常常出去做这些外交 嗯 什么这个学术外交 这个外交的外交 他说你们不要做这种东西 你做这个的话 我们不能不有反应 嗯 啊 这个 他这个讲法的 后面的意义就是什么 就是说他其实台湾的问题 不是他们最优先的问题 嗯 现在 不是现在 那个时候到现在 中国的最优先的 这个问题 还是要发展经济 对 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 现在还是遇到很大的问题 而不是 遇到问题的问题 不是遇到问题 因为发展经济 才是他们的硬道理 他们的国力增强 啊 发展经济也才能够在发展军事嘛 是 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嘛 嗯 所以他们不希望有外力的干扰 嗯 他们甚至于不希望处理这个台湾的问题 那当然更不希望美国在里面搞事情嘛 啊 那现在现在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他们发现 哎 美国这个南海这边也不准备 弄什么弄什么事情了 对 那我们干嘛去搞台湾 台湾的问题啊 嗯 对 而且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你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了 啊 啊 那台湾现在已经警觉到了 啊 已经警觉到这个中国啊 啊 这么多年来 这个军事力量一直在增强 啊 对台湾来讲 确实是一个威胁 嗯 那现在警觉到我们 这段时间很好 利用了 買了好多武器 利用了这个中美的关系 嗯 买了一些我们很需要的武器 那这些武器 不是像有些小粉红讲的 说是什么二手的没人要的 这个是很先进的武器 嗯 很先进的武器 而且是攻击性的 那么 那 在这个情况下 嗯 最好的防卫就是攻击嘛 是不是 那台湾不会主动的去做这些事情 绝对不会主动的攻击 我们只是要防卫我们自己 嗯 嗯 很好 对啊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好 接下来就是要看两天后 以台湾来讲是11月4号的早上 就会揭晓了 到底谁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希望是一切顺利啦 然后也希望是对台湾 对两岸的发展 都是有 比较正面的 台湾很多人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都很希望川普连任 嗯 因为 确实这段时间里面 台湾感头深受 对 因为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些文攻武嚇 嗯 然后有一个美国在帮我的忙 嗯 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川普 连任 但是我要提醒 啊 台湾的同胞 川普连任 也未必就对台湾好 也未必对台湾就有益 因为川普他是一个商人 嗯 他凡事是以利益为考量 不但是他个人的利益 而且是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利益 他不会把你台湾的利益 当作第一优先 对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嗯 大家不要搞错了 那台湾的利益在哪里呢 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啊 利用中美之间的这些 目前的这种对抗 或者怎么样 我们 能够 把我们需要的武器 买足 买满 啊 才是我们最大的利益 对 做好自保 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把我们自己的实力培养起来 是 这样子 就是大家也不敢看清我们 我们才有这个存在感嘛 是 才有这个重要性 嗯 好啦 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那欢迎各位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咯 谢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